欢迎来到拆解球星 和车神一起探索历史传奇 Ben Wallace是历史上唯一一个 入选名人堂的落选秀球员 他入选过五次最佳阵容 四次全明星 掌握了四次最佳防守球员 和一座绝对核心总冠军 虽然荣誉短身 但是现代球迷对于本华莱士的实力 始终存在着不少疑问 作为一个纯的不能再纯的 纯防守球员 他的防守到底有多强 以及他的进攻到底有多差 如果大本来到现在 他会怎么样 依然是个全明星 甚至最佳阵容级别的球员 还是会彻底废了 要解答这些问题 我们还是要从大本的 生涯早期说起 本华莱士的早期生涯 和大部分NBA球员非常不同 早年的经历 造就了他独一无二的人生 大本来自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大部分来自底层的球员 比如说KG或者詹姆斯 虽然在单金家庭成长 也很贫困 但好歹在现代都市里长大 大本则来自一个 人口不足一千人的乡村小镇 阿拉巴马的Whitehall 根据2021年美国人口普查 这个地方人口只有不到750人 超过37%的人在贫困线以下 去看大本的纪录片 你会觉得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是一个村子 幼年大本需要在种植园干农活 比如说采蘸山核桃 大本的困难不仅仅是贫困 还有因为来自于偏远地区 而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视野 大本也只能去念最差的学校 他在阿拉巴马海恩维尔中央高中念书 这个学校2019年 被阿拉巴马问责法案 列为不及格学校 早年这所学校还是一所 针对黑人学生的种族隔离学校 在如此落后偏远的地方长大 上的是全国最差的高中之一 大本也不是什么擅长进攻的天赋型球员 最后没有任何大学院校要他 也可以想象 大本从来没有打过NCAA 他在社区院校打了两年大专篮球 场均17分6.9冒 展现了一些防水能力 1991年为了凑够查尔斯奥克利 篮球训理营的50美金入场费 大本在周末给邻居理发 一个人收费3美金 奥克利很欣赏这条硬汉 把他推荐给了NCAA二级院校 弗尼吉亚黑豹 大本在NCAA二级联盟打了两年 场均贡献13.4分10板 带领球队取得28胜3负的战绩 入选了CIA第一阵容 1990年大学毕业 大本参加了这次历史前三的选秀 在科比FCN 纳什雷阿伦的名字之后 没有出现本化来世 NBA对这个来自二级联盟 升高只有2米06的中锋 并没有兴趣 大本虽然升高号称2米06 但根据大部分说法 其实他只有2米出头 也有人调侃 他的爆炸头就有5公分 他的静态打中锋确实毫无优势 进攻也毫无亮点 还来自二级联盟 落选并不奇怪 大本不得不转战海外篮球 不过他实际上只在澳意大利 打了一场比赛就回国了 96赛季中期 华盛顿子弹的总经理 韦斯·昂塞尔德 给了大本一份年薪24万美金的合同 考虑到这位前MVP总经理 同样是一个2米06的 小个防守性中锋 也许只有他能看到 来自同类与球员身上的潜力 大本的NBA逆袭距离就此开始 新秀大本场均只打5.8分钟 拿1.1分1.2板 给大名妮妮的克里斯韦伯 朱万霍华德打替补 三年华盛顿生涯 大本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替补 在生涯第三年 大本拿到了场均26.8的出场时间 能砍下场均6分8.3板 已经是一个轮换级别的蓝领了 但是华盛顿用大本和其他三个人 四换衣换来了来自奥兰多模式的中锋 Isaac Austin 这个人生涯最巅峰赛季 能砍场均15.2分8.7板 但是生涯BPM从来没有一年是证数 典型的低效看不了多少分 也没有防守的中锋 而第三年的大本 虽然顶着稀赖的技术数据 但BPM已经有1.7 甚至比华盛顿的老大 朱万霍华德都好了不少 当然那个时代并没有高阶数据 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大本的价值 这是一笔无人注意的普通交易 来到魔术 大本在年轻的Dark Rivas教练手下 终于打上了全职首发 大本这年场均4.8分 8.2板 1.6毛 这只魔术有超过5人 场均得分10分以上 并不需要大本砍分 但他和另外一位防守型内线 Ball Outlaw组成的矮小双塔 却帮助球队打出了五神胜率 防守位居联盟第九 大本的价值开始体现 李福斯一直声称他非常喜欢大本 但是魔术无法拒绝自由市场上的大鱼 合同到期的格兰特希尔 希尔这年场均25.8分 6.6板 5.2主 BPM5.2 是一个实打师最佳阵容级别的球员 魔术最终由大本和查克奥特金斯 换来了希尔 后世可能觉得这笔交易有些荒谬 两个角色球员就能换一个 场均25分攻防兼备的全民心 但其实希尔这年是自由球员 不交易 活塞也是白白流失 先签后换已经是他们最好的办法 而大本是活塞坚持要的球员 否则他们就要跟太阳交易 但接下来更荒谬的事情发生了 格兰特希尔接下来四个赛季一共只打了47场比赛 每年季后赛坐在板凳上 西装革履看卖敌大杀特杀 而本华来世彻底开始了他的串气 乔杜马斯麾下的这支活塞还不是后来那支活塞 他们这年的进攻核心是Jerry Starkhouse 一个场均能砍29.8的砍分机器 在01赛界仅次于MVP阿伦阿弗阿弗森 这年的Starkhouse很多人觉得是刷子 理由是命中率很低只有40.2% 但实际并非如此 这年确实是他的生涯年 52.1%的真实命中率甚至比阿弗森还高 BPM5.1能排到联盟第12 从产效来看可以算是一个纯正的超级得分手 虽然只有一年 进攻看Starkhouse 防守就看大本 在活塞大本马上受到重用 出场时间暴涨10分钟 来到场均34.5分钟 他的蓝领气质和这座城市莫名的契合 大本市数据也开始呼之欲出 场均6.4分 13.2板 1.3段 2.3茂 初具出行 这一年大本还没有获得任何防守荣誉 但是初代数据专家Hollinger 已经开始大肆吹捧他的防守 活塞的防守从前一年的第23名 飙升到联盟第9 大本鞠躬至尾 蓝板抢断盖帽能体现大本的价值 但是并不仅仅如此 这年大本开始展现出他的防守特点 他总是在空中意外地盖掉射手 蓝板术则领先联盟 这年大本的防守还没有锤炼之巅峰 尤其是closeout技术不精 冲到外线追击对手 容易冲得太猛而吃谎 来到02年 大本再度精进的防守 进入了生涯的最佳形态 02大本是他开始大量收割防守荣誉的第一年 也是大本真正进入联盟核心球形圈的一年 大本入选了一防 同时入选了三阵 首次当选最佳防守球员 他场均只有7.6分 但是能抓下13个蓝板 3.5次盖帽和1.7次抢断 容易当年的蓝板王和盖帽王 这件事非常重要 直接在媒体心中奠定了大本的防守价值 而事实上大本的防守远比这些数据更复杂 在某种意义上 大本代表了设计出篮球的本质风格 大本不是一个完美的防守人 而是相对偏刻的防守人 他从来不是一个顶级单防球员 他靠着在健身房挥汗入眼 练出了一身暴力肌肉 让他有力量去对抗那些比他高不少的内线 但是起行所限 并不能真正一对一防守顶级竞中球员 说起大本的单防 就会谈到04年他对于奥尼尔的防守 大本那年到底有没有防守奥尼尔 是一个经典的话题 04年总决赛活塞4比1击败胡人 现在网上也有大量关于04年总决赛 大本防守奥尼尔的激进 从数据上来看 奥尼尔场均26.6分 真实命中率61.5% 产效俱佳 并没有被限制主攻 去看实际的比赛场面 如果奥尼尔真的在甜点区接球 大本拿他也确实没办法 奥尼尔高举高达的小抛头 他完全无法干扰 转身打板也没法限制 奥尼尔打无球在内线接到球 更是完全无法阻挡 全是暴扣 不过大本还是做到了一些事 一个是防奥尼尔接球 大本会用大量绕前 以至于传奥尼尔的难度很大 科比费射尔不得不先传给队友 倒一手才能让奥尼尔接到球 多传一个也增加了失误的风险 另外在绕前过程中 大本也有机会直接在传球过程中 把球破坏掉 甚至直接造成抢断 零四总有一次奥尼尔出手少 并不仅仅是科比不想传给他 我现在再去看这一年 确实科比有些球就不太好传 这件事主要还是跟大本有关 另外一个就是四五错方 一旦拉西特华莱士或者奥库去领奥尼尔 大本就可以从弱策冲出来 直接在空中把球破坏掉 说实话 也就大本这种弹速和弹跳 可以总是完成这种高难度的格人风改 当然奥尼尔毕竟只有一个 尤其世纪初低位中锋日渐稀缺 奥尼尔邓肯这些人还在西部 华莱士不至于天天被中锋揍低位 但内线技术出色的前锋有不少 一对一大本其实也没有办法搞定这些家伙 精通跳投勾手的大前锋拉西姆 曾经在01赛季面对大本 砍下过生涯最高到50分 03年活猜防中锋只能排到联盟第27 一定程度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 大本大多数时候都去协防了 导致篮下空虚被中锋趁虚而入 协防是大本防守的最大价值 也是大本领先全联盟的技能 大本可能是合并后历史上最好的协防人 他创造出了一种卓越的防守艺术 大本是恐怖的护框手 从盖冒次数上可见一般 02年到04年他每年场均都有三个封盖 但他的护框和戈贝尔之类的大中风不同 大本并不擅长正面护框 正面护框非常需要静态天赋 需要升高臂展 传统风风会先以沉退为主 然后盖掉突破到篮下的球员 但大本并不以升高见长 他最擅长的是协防护框 世纪初并不是只有中锋会打低位 从中锋到侧翼到后卫 在低位发起进攻是最常见的套路 类似麦迪·皮尔斯这种球员 最喜欢在侧翼接球单挑 他们低位单打的时候 大本会先注意自己身后的内线 防止对手直接传篮下空间 等到他们跳投出手的那一刻 直接暴跳起来封盖 大本的弹跳和弹速是绝对的超强天赋 凭借卓越的弹速 他可以兼顾防中锋和协防侧翼 这一点历史上能做到的人非常少 这是他以两米身高 交出匹敌两米二球员护框水准的基础 大本惊人的弹跳 也让他这种从鞋刺里冲出来的超级火锅 看起来视觉效果爆炸 再结合他的爆炸头 确实从视觉和效果上 让你感觉这就是联盟最强防守人 如果对手打挡拆 大本会先对外协球员进行延误 然后顺下球员攻框的时候 他也会迅速回味 利用顶级弹速直接在空中破坏篮球 另外 队友执行上线延误的时候 大本也会直接对持球人 传顺下的球进行干扰 他在球场上给你的感觉就是 无处不在 你的战术总是打不顺 这个人时不时就来搞点破坏 大本也是非常罕见的 兼顾了封盖和抢断的顶级防守者 除了奥拉之旺和上将 这样活跃在90年代的人物 世纪初到现在的顶级内线防守者 很少能兼顾两端 巅峰大本有1.8次强断 而邓肯生涯最好赛季 不过0.9次 另外一位 同样获得了4次最佳防守球员的 顶级防守者 迪肯贝木头姆博 生涯最高只有0.7次抢断 KG的抢断可以和大本相比 但是KG的封盖就少了很多 巅峰不过2.2次 而大本有3.5次 大本的抢断主要来自于两种 一种是单防绕前 我们之前说过 他低位确实顶不住奥尼尔 但是依然可以凭借绕前 干扰对手给奥尼尔传球 另一种就是夹击 大本并不总是在篮筐附近斜防 他极其擅长配合队友 对持球人进行施压 活塞这个队跟马次不同 马次的防守风格跟邓肯一样 学院派 喜欢控制犯规 双手高举护框 但是很难限制中距离杀气 但是活塞防中距离很强 大本会非常激进的出击 在中距离就开始 对科比这样的球员施压 不让他们跳投 有时候可以直接造成抢断 大本赶这么防 本质就是横移太快 可以随时回味 除了坚固 盖帽和抢断 大本还是同时代 最好的篮板手之一 连续两年拿下篮板王 频繁依靠弹速 斜防护框的球员 很容易被身后的内线爆板 但大本做到了 无限先防下 依然能保住篮板 无论是巅峰场均15.4个篮板 还是34.9%的后场篮板率 都是最顶级的水准 合并后只有三个人比他更强 压制了同时代顶级防守者 邓肯 加内特 木头姆博 大本能坚固 护框和宝板 来自于他强大的连续取枪能力 他可以在斜防之后 再次高高跃起 从空中摘板 同样极具冲击力 大本的后板和前板都非常厉害 前板率常年11%以上 高于邓肯任何一年 总的来说 大本的防守优缺点分明 非常极致 他从来不是邓肯这样的均衡防守者 他单防有大量问题 但斜防独此一加 他的风格倾向于激进和压迫 并不能适应多种防守风格 他并不是传统中锋 受学人身高 无法大量在正面护框 最大的长处 在于用敏锐的意识 选位以及训绝的步伐 从若策回位 直接完成护框 或者用阻截 切球这些混乱的技能 来破坏球员的进攻节奏 大本的本质 就是让你打得超级不爽 总是无法找到自己的节奏 想打个战术 经常就被他莫名其妙的破坏了 有时候 他也并不是直接抢断或者盖掉 而是会把球打出界外 或者用其他乱七八糟的方式 让场上完全没有进攻节奏可言 让场面变得非常丑陋 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笔烂 大本用恶心的防守 把你变成和他一样的垃圾 然后靠队友的进攻来引球 大本的进攻 很难用单纯的差来形容 生涯场均5.7分1.3柱 巅峰场均9.7分1.7柱 比技术数据更可怕的是他的效率 产量如此之低 基本不进行难度出手的情况下 他生涯只有47.4%的真实运动率 比联盟中位数低了10个点 在他最巅峰的03年到05年 真实运动率只有45%上下 大本没有主攻可言 他会执行一些低位单打 04到05赛级他场均要打2.4次低位 但是每回合只有0.62分 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常内线都在0.9分以上 大本没有外拆 也没有顺下 场均0.9次顺下 只能拿到0.77分 他也没有快攻 没有定点出手 最大进攻细分就是空歇和补兰 这是为二他每回合能拿1分的技能 没有主攻其实没有问题 现代蓝领中锋也没有主攻 但是以戈贝尔为首 都是专业吃饼侠 合格蓝领中锋 只要在篮下接球 都是七八成的命中率 而大本巅峰时区 篮下命中率也就60%左右 生涯只有57.8% 即便考虑到时代因素 作为中锋 这个终结效率还是太低了 类似丹皮尔这种 同样没有什么进攻的家伙 生涯篮下命中率也有63% 你还要考虑到 大本已经基本只有空歇和二四进攻出手 篮下出手都很简单的情况下 还投出了这个命中率 还是太可怕了 大本因为身材不足 很难在友人防守下进行暴力终结 他也完全没有人球结合能力 可以用空运完成攻框 在篮下以外 大本更是完全没法进球 他的近框和中距离只有25%的命中率 但是大本依然会莫名其妙投一些跳投 而且经常投出极其荒唐的三不战 他的投射差到离谱 生涯41.4%的发球命中率 甚至有6个30%多的赛季 大本还是太缺乏进攻天赋了 他非常非常刻苦 每场比赛开始前都要练习跳投 但是他的投篮依然很离谱 他出手后手腕向里翻 出手的球是侧拳的 大本一定是历史上最刻苦的球员之一 你必须承认投篮需要天赋 不要勉强 另外不同意现代篮领中锋 大本也很难参与战术 大本会去搞一些掩护之类的事情 但其实毫无卵用 他顺下和外拆都没有威胁 而且体型太小也卡不住人 无法担任掩护墙 打不了手底手战术 加上毫无射数没有定点威胁 他在场其实唯一对进攻班的帮助 是前场篮板 另外大本处理球也很糟糕 巅峰大本在6.9%的助攻率下 会有14.5%的失误率 失误率是助攻率的两倍 非常惊悚 还好大本的球权很少 不会造成太大伤害 另外大本前场篮板这么强 一定程度也是因为他在场 对位人会夹击 潘米尔顿或者比鲁普斯 导致他经常没人防 04年夏天 全世界都在鼓吹大本的时代 Hollinger在当时就下了断圆 大本在场会给其他四个队友 难以置信的得分压力 如果你用现代数据去研究大本的进攻 会感觉非常科幻 但讨论球员不能脱离时代 虽然大本进攻如此之差 在场就拖进攻 但是因为同时代 其他中锋也都是垃圾 有些中锋甚至明明很弱 还打不少主攻 其实真实比赛影响力 还不如很少越拳胡打的大本 大本好就好在 他虽然有时候想打几个 但总体还是不胡来 克制自己参与进攻的欲望 活塞首发无护理 其他四个人都有三分球 这其实是非常现代化的配置 尤其是大咸锋拉西的华莱士 以头三分著身 在那个时代也算是空间似的先驱者 相对不错的空间 也能向下兼容完全不进攻的大本 03年到05年 是大本生涯最强的三年 在04年代队夺冠 更是他的巅峰时刻 04年实际是活塞最好的球员 是个可以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 很多一体化数据 诸如Games Go Win Share 甚至BPM大本都是全队最好的 数据只是一部分 我认为大本是这年活塞的老大 主要还是一点 活塞这支球队 本质是围绕大本舰队的 因为大本在防守端 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 他们才能打造这样一支活塞 他也是全队第一个入队的 活塞无虎 第一个赛界就帮助球队扭转了攻防 至此确定了球队的风格 活塞最大的特点 不是比鲁普斯的三分球 不是拉希德的低位单打 也不是汉密尔顿 无休止的跑动 而是本华式的 斜防 封盖 篮板 抄截 以及破坏一切进攻的球场哲学 这就是活塞篮球 而且本华来是最难得的是 他是个季后赛球员 他生涯从来没有一个 场均10分的常规赛赛季 但是季后赛有两次场均10分 03年到05年 巅峰三年他季后赛数据全面上涨 除了技术数据 这三年季后赛BPM 全都比常规赛更高 大本生涯第一场季后赛 就砍下了19分 20版三段三茂 带队大胜22分 他也有大量恐怖的单场比赛 比如说对阵魔术那轮1比3的逆转 大本砍过8分22版四柱三茂 12分24版七段这种妖魔数据 在04年总决赛最后一场面对F4 他砍下了18分22版直接夺冠 这个人有一种比尔拉塞尔的气质 会在季后赛某些夜晚 突然提升自己的强度 05-06年开始 新规则彻底袭剑联盟 活塞也从拉里布朗时代 走向桑德斯时代 老大也从大本变成了比鲁普斯 他们从一支联盟进攻第17的球队 变成了联盟第4 拿到了联盟第一的64省 但是这支火塞 其实已经渐渐失去了灵魂 他们依然可以多次杀尽冬绝 但仅此而已 大本和桑德斯的矛盾 以及公牛一份四年高薪长约 让他远走芝加哥 一年后他加入了骑士队 联手LeBron James 在骑士大本也不过33岁 但矮个内线注定早衰 他们没有体型 更依赖身体素质 当弹跳速度下滑之后 大本也失去了他最大的魔力 也没有办法打上首发 生涯最后三年他回到了活塞 他从来不是一个负面球员 即便37岁 他依然有着证明的比赛价值 他优秀的位置感和协方意识 依然在帮助着球队 大本会被很多人质疑 是否能在现代篮球环境下打球 有分析师认为大本 不会出现在现代篮球的比赛中 大本自己在去年2月的一档节目里 驳斥了这种观点 张伯伦其实从来没有打出过场均50版 大本可能是在开玩笑 但认真的说 他到底来到现在会如何呢 我认为防守指挥更强 如果在现代篮球环境下 你已经可以想象 大本打中锋对于挡拆的破坏力 他本来就是一个造诗物大师 上线延误的时候 凶狠的风格很有机会直接断球 而且一双快手也会限制对手挡拆中的传球 另外延误之后迅速回味这个技能 也是现代大中锋非常欠缺的技术 加上他逆天的弹速 他会是防挡拆的中世纪人物 至于单防的问题 事实上现在也就是 Nikola Jogic和Joel Mb这两个人 具备真的在无限低位开发的威胁 真遇到大本 也可以用刺武错防去对付这两个人 但是这个进攻问题就很大了 现代NBA像大本进攻这么差的 首发中锋可以认为没有 绝大多数队伍的首发中锋 都有不错的终结 大部分蓝米中锋 比如说米切尔·罗宾逊 贾伦塔·阿伦或者凯斯勒 这样的球员篮下中绝效率很高 只要在田点区接到球 都可以直接爆扣 真实命中率都在65%甚至70%以上 而大本的体型太小 也毫无近况勾设 进攻和联盟现在平均水准的中锋 都有巨大差距 加上大本也毫无顺下外差的威胁 做掩护人气别也没有效果 除非他能掌握卢尼的移动掩护 否则进攻端必然会成为巨大的黑洞 我个人认为大本来到现代篮球 肯定有法复制当年的成就 主要还是现代篮球本质 还是一个鼓励进攻的版本 大本进攻端的巨大弱点 还是太难规避 但我相信他依然是一个 比赛影响力极佳的选手 只是他的使用难度会很大 他会巨托进攻 但是他的防守端确实无所不能 依然会是一个现象级的防守者 大本的成就确实是时事造英雄 在黑暗防守时代 允许联防和handcheck规则 让大本这样的纯防守球员 获得了巨大的比赛影响力 这个进攻弱势的版本 让大本既得这些手大于弓的球员 取得的生涯最强成就 而他们在新规则之后 再无如此表现 而且活塞完全围绕大本舰队 也帮他成功规避了进攻的弱势 用压迫式防守攻格 最大化了他的优势 他从来不是一个均衡的球员 但极端的版本和极端的球队风格 让他最终战上了世界之巅 成为了一代传奇 大本象征着一个时代 他是黑暗防守时代最好的代表 也是最黑暗时代中的暗徽破坏神 他破坏一切进攻 最终让自己成为了时代的boss 他也最终亲手终结了这个黑暗时代 正是因为大本活塞这样的人物 球队的存在促使了新规则的出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 大本是独一无二的 正如你无法抛开60年代 讨论比尔阿赛的纯实力 你同样无法抛开时代去讨论大本 他是永远的蓝领之王 也是蓝领精神 在篮球世界的最佳代言人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